各位同学,这一堂是教大家基本加法和减法 计算涉及0的加法和减法 我看一下图来讲故事 用加法和减法去计算 花瓶没有花,就等于0的花 妈妈买了5朵花,放入花瓶里面 那现在总共有多少朵花呢? 用加法计算,0加5就等于5 总共有5朵花 几日之后,花正了 妈妈把花扔掉,那现在还有多少朵花呢? 用加法计算,5-5就等于0 现在还是没有花的 我家里养了一些小雀 第一个龙有三只,第二个龙没有小雀 那总共有多少小雀? 是加数 3加0等于3 是有三只小雀 有一天,我发觉雀龙的门打开了 三只小雀飞走了 那现在还有多少小雀呢? 是减数 原本有三只小雀飞走了三只小雀 即是3-3就等于0 是现在一只小雀都没有的 各位同学 0和任何数目双加 都是等于那个数价 好像0加5是等于5 3加0是等于3 看下我们总共有多少个苹果? 第一只碟是没有苹果的 第二只碟有4个苹果 那总共有多少? 共有我们用加法计算 0加4等于4 今次我们一个苹果都没有拿走 那还有多少个苹果? 这个就是用减法计算 4-0等于4 任何数减去0 都等于那个数目 现在我们有4个甜筒 吃了4个,还有多少个呢? 现在有4个选择 看下哪一条算式 可以计算到剩下多少个呢? 我们有4个 吃了4个 还有多少个 是应该用减法计算的? 答案是等于0 A 4-0等于0 是错的 C 4-4是应该等于0 还是错的 B 4-4等于0 B是答案 是对的 巴士到站 有8个人上巴士 巴士站还有多少人呢? 这条是减数 是8减8等于是没有人的 他们已经上了巴士了 现在有9支元笔 将9支元笔送给弟弟 现在还有多少支元笔呢? 没错 这条是减数 9减9等于是 而且一支元笔都没有 哥哥有7元 买了一支元笔之后 没钱就剩0元 元笔是多少元? 要买东西给钱 是应该用减法来计算的 就等于7减多少等于0? 没错 是7 各位同学记住 0和任何数目双加 都等于那个数 任何数减去0 都是等于那个数 是5分钟的 记得做练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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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